在这个学校开奶茶店啊 或者呢 一瞬间啊 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 大家都喜欢做这个啊 大同奶茶 因为呢 大同奶茶直接接啊 就可以用了啊 比较方便 这节课呢 我就教大家怎么样做这个好喝啊 又方便的这个大同奶茶 首先呢 我来介绍一下啊 他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啊 非常简单 三个东西 一个103的这个拼背红茶 清淡型的奶精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超市买的这个白砂糖 首先啊 我们取个凉杯啊 在凉杯里面呢 倒入22克的103红茶 然后呢 再接入啊 800毫升的一个废水啊 直接给它冲上去 冲上去了以后呢 立马盖上盖子啊 计时8分钟 然后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们到达这个4分钟的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盖子啊 给它打开 打开了以后呢 稍微啊 搅拌一个啊 4到5圈左右 搅拌完以后呢 我们继续啊 把盖子给它盖上啊 继续给它焖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在这个凉杯里面呢 提前加入200克的一个奶精 白砂糖呢 可以加入一个80克啊 如果你觉得呢 有点甜 也可以加入75克 都加完了以后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取个茶袋放在上面啊 等一下呢 直接过滤这个茶比较方便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时间快到了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啊 把这个茶汤啊 过滤到这个两杯中啊 过滤的时候呢 把这个茶袋啊 慢慢的往上提 最后呢 这个一点点啊 就是一滴一滴往下滴的这个就不要了啊 然后呢 过滤好了以后啊 我们拿一个手动打蛋器啊 给它搅拌均匀啊 有的地方呢 像这种边边角角啊 搅拌不到的呢 可以再拿个八勺啊 稍微再给它搅拌一下啊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看你想做这个大桶的冰奶茶还是热奶茶啊 举个例子啊 我们做这个冰奶茶 我们就往这个里面呢 直接加入冰块啊 加到1500毫升 是所有的加在一起啊 到1500毫升啊 如果呢 你要是想做这个热的大桶奶茶 就加热水进去啊 直接加到1500毫升 然后呢 总体啊 到达1500毫升的以后呢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啊 就可以了啊 这样呢 我们的大桶奶茶啊 就做好了 然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这个呢 做的它只是一个比例啊 你做的多呢 比例是可以放大的啊 你可以总体给它放大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都可以啊 但是一定要记住 泡茶的时间啊 不要放大 这样呢 我们的大桶奶茶做好了以后呢 你可以放入啊 这个保温桶里面保温啊 然后呢 它的保存时间啊 一般呢 是可以放入一天啊 但是呢 千万不要过夜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演示一遍给大家看 我们呢 取一个出品杯 直接呢 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啊 可以加入一些小料啊 比如呢 我加的是珍珠 加入完珍珠以后呢 我们直接啊 把这个奶茶啊 倒入到杯中满杯啊 就可以了 这样呢 大桶奶茶就做好了啊 非常的方便啊 它呢 你要是在学校门口啊 食堂啊 对吧 然后下课啊 或者放学的时候呢 一瞬间啊 出杯呢 也是非常快的啊 我们呢 架完了以后再给它封过口啊 就可以了 好了 这堂课呢 简单啊 又好喝的大桶奶茶就交到这里了啊 交的呢 也是非常的详细的 大家呢 有任何不懂的 都可以给我后台留言哦